欣赏动漫魅力聊过你的心弦 大家好,欢迎收看女神亮电影 俗话说,丑媳妇儿终要见公婆的 那么带男友见家长,又是怎样的情景呢? 马温和小美是一对情侣 她一直期待见到小美的家长 把两个人的事情定下来 可是小美却总是一拖再拖 这天马温终于决定来个突然袭击 这让小美很是为难 果不其然,马温还没有进门 就抱上了一只调皮的猪 就在马温和她逃近乎的时候 小猪就飞一般的把她带进了家门 小美的双胞胎阿姨 见到了马温之后就开始各种八卦 马温知道这是必经之路 就和他们聊了起来 他们不停的询问着马温和小美的爱情史 这让马温有点不知所措 无奈的小美就找了一个借口 带走了马温 途中,马温意外的捡到了小美的三个鸵鸟表情 看着乱闯的马温 表情被自己吓得张大了嘴巴 信号小美把她拉到了自己的房间 就在两个人想温情一下的时候 小美的父亲深深秘密的出现了 她对马温的身体检查了个遍 还一直调查她的生活状态 这刻把马温给吓坏了 幸好小美出面再一次化解 之后小美就想带着她参观自己的家 却不想魅惑的母亲突然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 这妖柔的身姿 灵活的身体 简直就像蛇一样柔软 可是母亲似乎并不喜欢马温 还说了一些伤害小美的话 生气的小美转身就跑 独自留下马温在弱大的房子之中乱转 就在小美察觉到不对的时候 马温已经被年迈的奶奶给拉走了 她带着马温在房间里快乐的跳舞 月儿的音乐声很快的就吸引了小美的家人们 他们在奶奶的感化下 对马温的态度友好了起来 这时小美走了过来 她本来以为马温接受不了自己这些奇葩的家人 却不想马温不但不嫌弃 还特别喜欢这样奇葩的家人 只因他们和自己一样都深深的爱着小美 故事的最后 一家人站在一起照了一个全家福 让他们更加惊讶的是 此时的小美已经怀孕了 在现实之中 很多女孩见家长都会紧张到不知所措 反而是心大的男孩 表现无所畏惧 可是不管怎么样 这种温馨或者刺激的经历 总会是你人生难能可贵的奇遇 感谢收看本期视频 喜欢不要忘记关注转发哦